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台积电设厂算是全球最快的 台积电从投资到开始量产 也要将近14个月 你美国怎么可能啊 英特尔你去投资 起码要两三年以后吧 所以这个根本 它只是在强调一种违禁意识 那库存不足 搞不好它指的是特定产业 比如说汽车业 不可能说所有的企业都这样 对 太夸张了 那太夸张了 那手机怎么办 对不对 我想可能是特定产业 它就举一个极端词这样 来跟你讲说 我们的生产能力太差了 可是生产能力 坦白说它只有520亿美元 能干嘛 我们台积电投资就120亿 据我了解120亿美元才盖一个厂 那美国不是要求台积电 陆续要盖6个厂吗 这才第一个厂 就120亿美元 那三星在德州170亿 所以你那520亿能干什么啊 而且据了解本来拜登的用意 也不是说那520亿都要来盖厂 它是你若愿意盖厂 它可以补贴你50亿 所以520亿等于是给10个厂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它要叫三星台积电 还有这个英特尔都盖厂 那他就说这个针对那个亚洲地区 很多国家如果在台湾或者韩国 或者中国大陆生产的金元厂 那基本上都有政府补贴嘛 所以他就说我们一定要补贴 所以他算了一算 就是一家要补贴50亿 50亿美元啊 所以你520亿美元 事实上就是补贴10个厂嘛 那10个厂现在还没着落了 你以为补贴了人家就要盖啊 因为能够盖的厂也没几个啊 比如说英特尔 它现在也是第一个厂要盖啊 它今天也是第一个厂要盖啊 对不对 那英特尔没有错 它也要盖啊 可是你520亿 到底能够弄出多少成绩啊 而且这盖的厂是半导体厂 半导体厂不是说你随随便便 简简单单就可以盖 而且再跟你讲一个更好玩的 它还有460亿叫做要补贴供应链 对 那你指的是什么 是指美国老旧的港口啊 还是你的卡车司机 有很多人缺工啊 还是说你要修补你的高速公路啊 还有你要盖你的铁路啊 还是要盖高铁啊 都不清楚啦 那460亿人干嘛 美元啊 是 中国累积到现在的高铁啊 恐怕是破灶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因为那个是历年的投资 累积到现在嘛 所以坦白说啦 这个就 本身商务部长总是要做点成绩嘛 对 那个拜登也要做点成绩嘛 我坦白说啦 你真的要让美国企业能够增加竞争力啊 我看你编的预算至少要好几千亿美元啊 520加460才多少 还不到1000亿耶 是 所以现在是要什么 要符合美国的多数民意吗 这个是2022啦 对啊 这是2022的美国竞争法 是 今年完就作废啦 美国都是 他有写一个 American Compete Act of 2022 就今年试用 那这是干嘛 明年就不试用了 明年就要用2023啊 我跟你讲他们都是这样搞的啦 因为他们很很难有长期预算 所以都是一年一年编 顶多就是两年这样啦 那今年为什么特别编 因为今天要选举嘛 这还用说吗 哦 是哦 所以那照这样子讲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很高兴嘛 因为拜登说哎呀 两党联合提案啊 我支持啊 我支持啊 因为 是 就是大杂会把 目前所有各党有关 美中对抗的 所有的议题都弄都丢进来嘛 对啊 就是今年很重要的要务嘛 那所以亮哥 那现在你看啊 他呼吁把台湾驻美代表出概念 就是有人这样主张嘛 对啊 那那个部分可能就是叫做Sense of Congress 不是 国会意见 不是 那没有拘束力的啦 2022要改名 但2023就算了 不算了就不算了 就要再重来又要再重来 等我明年弄个三千页了 明年 不因为这个都是照钞嘛 因为我跟你讲啊 他已经好几次都这样 包括白皮书 因为坦白说是好几个智库都在写嘛 那国会用的智库 行政部门用的智库 还有外面各种智库 美国都在出paper 美国白皮书是多的 是多的 那就有 总会有累积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嘛 那就 灌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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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个议员就可以联名嘛 说这个是我的法案 比如说这个叫做郭振亮法案 因为我主题嘛 那下次轮到你提 就是这样嘛 因为要资金嘛 对 但是这个是美国众议院 推出的一个草案 然后就只适用2022年 然后你说要推半导体 就现在就来个520亿 先来交个差嘛 然后再来说台湾驻美代表处 也要改个名 那也就是今年说了 明年也就算了 或者是明年 再来看有谁要再提 是 原来是这样 这个建大使很熟了 所以大使 所以那现在他们到底是怎样 是真的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吗 你看哦 众议院他现在还有这个 他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整个美国竞争法里面 他是有国家关键能力的防护法案 那么呢 美国贸易代表署有设立一个委员会 要听委员会的哦 他是好像评审一样 他呢阻止可能会导致国家关键能力 向引起疑虑国家转移的投资 所以你现在你美国的企业 要到认定有疑虑的国家 要输出所谓的高端的技术 那要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了哦 你看啊 还说43%外国直接投资 将要受到审查哎 好像讲的好像很严重很严肃 但是这只适用于今年吗 对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是在 众院的草案啦 那这个这个法案还要还要再经过讨论 不过美国立法的时候这种大规模 大对大部头法案 其实他是等于说 政商勾结 然后呢两党一起 两党联手一起干嘛 圈钱圈地 那比如说我今天举例 而且他这个法案大的 这种几千上千条的法案 他里面有一些是有拘束的 有拘束力 有些是没拘束力的 他在我条文里面他会把它分类 有的时候条文里面会看出来 这个只是给你参考的 给你一个建议 他说他没有拘束力的 是 可是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为什么 我就说大家一看这种大型法案 都把它意见放进去 我今天 我是专门帮某一个厂商 或者某一个国家 在帮他游税的 那我有好处嘛 对不对 那或者说背后有人要捐给我政治现金啊 或者就是说 我跟某一个公关公司 游税公司有关系 那他来请托我 我有好处 然后就是说拜托 你把这个放到这个法案里面 放进去就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真的两党议员啊 真的只要 能够把他的意见 他大家都看 哇 这是又是一个好机会 就往里面塞 好交差 那这就往塞了一大堆东西 所以这种法案基本上 就跟那个国防授权法案一样 嗯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拜登这时候他做这个东西 他也是大赢家 因为为什么 拿美国人的 美国的老百姓的钞票 再怎么样 让厂商 大厂商也可以分到钱 然后呢 他有政治利益 然后呢又加做一大堆 因为这些国会议员 他基本上 美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国会议员做任何事 背后都要有人要给他什么 政治捐献啊 不管合法非法的 所以他接到很多政治业 人家有相对的对他请托 这个时候一起给你放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杂烩 大拼盘 然后呢 大家接大欢喜的一个法案 是 那当然他里面有一些 针对中国大陆的 我想也是也是借这个机会 行政部门也给他说 你也起放进来 所以很多都进来了 不过美国现在走这个路线 我是觉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拜登上一次在跟那个 在跟那个 Fox News 他讲人家是那个 这个叫说就是 就是用三字一骂的 爆出口 对 那个人之前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的政策 越来越像社会主义的政策 你为什么越走越左 就是往这个走的 这不是美国的传统 美国的总 美国的政府一向不会 搞如此 联邦政府搞如此多的钱 然后去干嘛 补贴厂商 那你今天如果说要搞这个什么 要搞这个 好我要半导体业 其实那个520亿 Intel的CEO已经讲了 他已经警告过 他说这个钱只能给美国厂商 不能给外国厂商 意思就是说你台积电跟三星 你是外国厂商 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我美国人纳税钱 要去补贴外国厂商 不是人家来美国投资 对啊 可是他还是 他还是 他还是有意见 他还是有意见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到时候这个分钱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 我觉得会 会有很多 还有很多问题 不过这完全违反美国的传统 美国联邦政府 是没有所谓的Target Industry 就是说工业 美国没有工业政策 也没有要辅助的产业 辅助的产业 那他们现在完全走这种 有这种工业局的 有这种工业政策 然后辅助产业 这是跟他们政治理念 完全相反 因为他认为 产业不需要辅助 而且你这里面有个问题 叫Cherry Picking 所以Cherry Picking就是说 你为什么补助给A 补助给B 这个在美国会引起很大问题 而且他没有这个背景 他行不通的 是 里面真的有很多学问 你刚刚讲那个法蛮重要的 你说哪个 就是Cherry Picking Capability 国家关键能力防护法 这个法自然只有25页 可是他打到了核心问题 对 就是你只要是投资任何 Country of Concern 这个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 当然 当然 那他要review 他要审查 对 那请问特斯拉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电动车是不是 对不对 他说是不是属于国家关键能力 由他们来评估 你们哪有能力评估这个 那这个就是政治挂帅 你说是就是 对不对 这个已经比 拜登以前在拟定美国的 所谓先进科技 他还列出项目 这个完全没有 对 他说是就是 所以这个很严重 是啊 所以如果这个真的过了 那 就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些投资 很可能就 会被卡住 会不会外行领导内行 当然会啊 因为比如说他们很不喜欢 马斯克嘛 是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家话 都那么嚣张 平常讲话都那么嚣张 那你要去中国扩大产能 甚至要做技转 搞不好他们有意见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事实上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心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 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10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